现在民众党打背心牌 民众太无良了 太狠心了 搞人家骨肉分离 你现在把柯文哲压起来 他爸爸现在中病了 他爸爸现在都在加护病房 他现在想去看 都不能看 就是话再跟你讲完 柯文哲已经去看过了 保洁现在民众党大打 所谓背心牌 怎么打背心牌呢 你看前一阵子的时候 陈贝磊说什么 我明天家破人亡了 那这几天的时候 家破人亡 他讲过他明天家破人亡 这几天的时候 民众党的这个议员 这个李国章说什么 他说柯爸已经送到 这个加护病房去了 我相信柯皮在土城不知道 然后柯爸从此到尾 他也还没进加护病房 也不知道柯皮就在土城 怎么会搞到这样骨肉分离 彼此都不知道彼此的下落 我们还要忍受这种 执政党的多久呢 所以爸爸不知道 儿子在土城 儿子不知道爸爸在加护病房 对 台湾人啊 人间悲剧啊 人间悲剧啊 骨肉分离啊 怎么会这个样子啊 保洁 他10月19号这样讲 就现在人家证实 10月18号的时候 柯皮已经去看过他爸爸了 那现在 我真的觉得 没有让睁眼说假话 他们讲话完全 脸不红气不喘 没有任何愧疚 保洁 李国章这样讲就算了 柯美兰那天也这样讲 所以我看到 他真的不知道 他哥哥去看他爸爸吗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完全让我有点跌破眼镜 而且保洁 现在连柯皮去看他爸爸 都有不同的说法 一开始的时候是蔡皮鲁说 蔡皮鲁说 有党员爆料 说他是18号晚上的时候 去看这个他爸爸 然后有人说拿了这个 看病历 病历给他看 然后他就觉得要去看 就好像现在 陈志涵说 没有 这都是错误讯息 都没有所谓 看病历这件事 而且去看他爸爸是 中午的事情 现在连时间 怎么去看 大家都有不同的说法 大家完全一团困难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要报假账就算了 现在连去柯文哲 去看他爸爸 你都能够这么做说法 我都完全不知道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的一个状况 好那我就讲 事实上现在呢 这个柯美兰啊 或是说陈佩琪 他们都用这个所谓的 悲情牌嘛对 他就说呢 我爸爸身 这个柯美兰说 我爸爸身体不太好 而这个国家 执政党 压人取共 击压我哥哥 而要我独自面对 我爸爸的生病 宝贤这件事情 不是有点莫名其妙吗 你这一听就觉得不对劲啊 当时不是讲 陈佩琪要好好照顾他爸爸 还有 你今天 你不是有个金孙吗 对啊 你的金孙呢 宝贤 柯妈妈 他们有三个儿子 有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 不是只有柯美兰 除了柯文哲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 还有另外一个儿子 那不是他儿子 柯文哲跟陈佩琪 生了两个女儿 还有一个儿子 所以还有金孙 这我跟他讲 这是真的金孙 我跟他讲 以本省人来说的话 这个阿公生病的时候 他最想看到谁 金孙 金孙 金孙你给我回来 我送病的时候 看到金孙 反正他都能做起来 他的金孙现在送好 在日本 日本 对 在日本啊 你要说好 真的要回来看他爸爸的时候 你跟他看阿公 你就回来嘛 金孙你就回来嘛 而且还有儿子 还有两个女儿嘛 还有陈佩琪 所以哪有你独自面对 但是很多人啊 而且你要说 这为什么 我都被感动了 而且他还说是 执政党压人取公 保险 我跟你讲 谁要压人取公 我每天都看一看 我都觉得柯美兰 你好辛苦哦 你要是没有犯这些错 人家根本没办法 把你压起来 而且现在证明说 你真的有犯罪嘛 好了 我们就讲 金孙 金孙他现在到底人在哪里呢 保险 金孙现在在日本 逍遥的很啊 你看 这是这个金孙 他的这个 这个账号里面 你看 这是10月13号 10月13号 这个周末 我到这个集团水产 吃麦鱼饭 这家店是日本 超人气的这个 海鲜烧烤连锁店 这家店是24小时营业的 保险 他在日本吃麦鱼饭 你如果说 现在在家户病房 就我在那边吃 这个麦鱼饭 你的阿公说人家在压人取公 说这个执政长非常无聊 他害你的阿公要独自面对你 阿公的这个所谓的生病 结果 你在日本 讲鰻鱼饭 陈佩玺说家破人亡 就在日本吃鰻鱼饭 你看 还有很多啊 各式各样的啊 之前来说 你看待会就要起程前往日本 东京 然后预计待到明年1月 如果大家有空可以来日本的话 可以私讯我 我可以带大家一起去吃观光客 不曾吃过的美食哦 这张图是 我常用飞机上面的飞机餐 10月1号 你阿公在家户病房都吃不下东西了 对 所以他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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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什么 那什么独自面对 是他们不想回来面对 他们不想看到他的爸爸 所以他 我们只能这样解释啊 否则 你有什么人生的问题吗 你可以回来 你们都可以回来啊 都没有问题啊 所以才说 他们就用所谓的悲情牌 但事实上 你这种悲情牌有用吗 我觉得你们想太多了 不是 你不讲 我还不知道说 对耶 今天他的金孙 整个家族里面最重要的 对啊 柯富瑶 还为了你要去成立一个公司的 对啊 你怎么没回来 抱歉 你看 陈沛琪还有柯文哲为了他 还要去买房子 看豪宅 还要成立一个富瑶公司 然后任何一个人 这个阿公 最想看到就是金孙 金孙结果 你现在金孙在哪 对 金孙你人在哪 你现在在日本 你逍遥 所以才说嘛 事实上最 最夸张的是什么 大家都想要看到孙子 我的金孙在哪里呢 他现在人在日本 好所以宇憲 该讲的 现在民众党 整个党 权力互卫 权力互卫 第一个打白金牌 你们根本就是压人取共 你们完全无良 没有人性 接下来讲 我们现在力挺柯文哲 到底 我们一步不让 而且黄国商讲 柯文哲个人的金牌 就是台湾人民的未来 把人家说谎 吴董曾经讲过 说谎就要说大谎 满天大谎 但不好意思 在上面还有一个更高的层次 你知道什么吗 直接创造出一个平行 时空平行宇宙出来 我们都活在里面 你们其他人说的话 我们都不听 我们都不问 我们都不问 请问一下 他黄国商 作为一个法学 康乃尔卡迪诺随便 法学博士 他知不知道 柯文哲现在几乎 已经罪证却着了 他不知道吗 他清清楚楚 他清楚吗 他不管你 因为柯文哲现在 是他们的圣主 是他们的训道者 黄国商就是要继承他一波 所以不管在下的话 他都要讲下去 明明1500万 到现在为止 我们已经确认USB 那个就是汇款 210万7个人头 我们都已经找到 但请问一下 黄国商会跟你讲说什么 四个字 没有证据 还是跟你讲没有证据 没有金流 还是会去跟你扯这些事情 然后明明柯文哲 18号的时候 就去看到阿伯了 他就跟你讲 然后他们就跟你讲说什么 哎呀 骨肉分离 你是敲骨吸水啦 骨肉分离 他们就会干嘛 继续跟你睁眼说瞎话 而且他对他的知者喊话说 知者们 你们不要放弃信念 不要丧失信心 相信柯文哲会继续带领民众党 改变这个国家 民众哪会坚定的站在政权的道路上面 我们一步都不让 这攸关的不是台湾的公平正义 柯文哲的清白 更是台湾人民的未来 我的鸡皮疙瘩都出来了 当然 保陵哥 他讲的一声延迟啊 因为柯文哲未来是人民未来 那黄国商指的人民是什么 不好意思 你要2300万哦 他们现在激素 你要再乘一下 为什么 要乘上百分之五 他们现在民调大概只剩百分之五 他讲给这些人听的嘛 他们所谓的人民 就是我们这百分之五的人 那你只要相信 柯文哲不能倒 柯文哲倒了的话 我们的天就塌了 柯文哲主席不能亡 所以对啊 没讲现在真正意涵在这边嘛 但请问一下黄国商讲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他目的是希望柯文哲继续在里面 是假的 当然嘛 我才能在外继承他的一波 他不殉道的话 我跟你讲 今天只要发生一个状况 发生一个场面 黄国商也马上就绿掉 你知道什么场面吗 什么什么 柯文哲两个月就出来的话 我跟你讲没他的份了 马上就柯主席 他必须从这种伟大的领导人 他会变成什么 趴在地上 主席 主席 然后跟着在那边哭 跟着在那边叫嘛 所以他在这段落地 但我跟你讲 你以为民众有第一天干这种事情吗 不是吗 早就不是了 他们已经吓到 已经我们讲成金了 都全部用吓 不是 我跟你讲 我虽然是被他们打过预防 我本来还不相信武动你知道吗 我以前讲过 我们常常用的美地党民调 我们跟那个所谓的 这个 早代工也就是代立安 我们有长期的这个互动 下午 结果我当时被他吓说 你们的民调都作假 你们的民调都不准 只有我们的民调准 等到这个所谓的 选举完了以后呢 我要把你们一个一个拿出来编 我那时候吓死了 我那时候对武董充满怀疑 想说你民调 乃立党的民调做错了 结果搞了半天 他们从头到我在唬我 把我唬得一愣一愣的 对 保安哥还记得吗 我跟你讲 最有趣的事情来了 我之前还特别跑到 柯文哲的本专去看了 他每一篇文章 都是柯文哲第一名 柯文哲第一名 柯文哲第一名 都是像这样 全部都第一名 还记不记得 那时候说 武董的民调不准 梅里岛不准 现在上的民调不准 什么最准 你记得吗 街头民调最准 我们去路上问 每个都算阿北京 连我都开始怀疑 难道街头民调最准吗 对 结果你知道吗 选举完1月13号 潮水退了之后 发现不只没穿裤子 连内裤都没穿之后 你在干嘛 翻篇 马上翻 所以现在他们在堵守 反正起诉之前 我们能虎就虎 能哈就哈 能掰就掰 反正我们就讲阿伯没有证据嘛 阿伯找不到金流嘛 阿伯都没有罪嘛 那有没有人会信 有嘛 全部都相信 所以当年他们就已经干这种事情 所以你看哦 真的耶 他们要继续撑 连怎么撑 比如说我们讲造势场好了 明明就都完全没有人哦 现场就可能三五百个人 因为 AI总不会骗人吧 我们请到NVIDIA 我们请到CHATGBT AI就跟你讲说 没有啦 这一人百人而已 九十人一百人而已 他们跟你喊什么一千人 他们可能什么 两千人 干嘛 又虎的嘛 还有人说线上五万人 我讲最可怕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当局者民 搞不好现场的小嫂 看说我左边右边 明明系数 就只有九十个人 然后上面喊一千人 他都真的相信 我有一千人了 都信了 你知道吗 所以后面这样的话讲了 后续周一秀现在还在讲说 明明现在民众党的民调 已经岌岌可危 只剩下几% 只剩下5%了吧 而且现在是最后倒数哦 会5% 4% 3% 2% 1% 就还跟你讲说没有 我们现在党员 没有办公桌退 大家都很踊跃 我们党公司 大家都很热情的参与 宝哥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大家都犯罪集团 一起做坏事 一起大 那我们就都上了贼船了 现在怎么下得了船啊 当然是最后的贼窝 我们能挖就挖 能捞就拉嘛 所以我跟各位讲 等着看 等到起诉之后 你看着黄国昌 怎么假嘴变阿嘴 到时候他就跟你讲 没有啦 我跟你讲 我不管那个主席的事情 我要去立法院 我现在专注在我们蓝白河 专注在立法院的政党上 完全不理柯文哲 你等着看 民众党就是翻了又翻 船倒了一层又浮 他们就是这样 不断的循环 用哈的 只要你信了 你就输了 好 谁知道 我现在也在开始谣移了 而且我旁边真的说 柯文哲真的有犯罪吗 我们会误回柯文哲了 你看 黄国昌讲的怎么多么坚定 不要丧失信念 不要放弃信念 不要伤自信心 相信柯文哲会继续代理民众党 改变这个国家 他还说 要把这个国家给拿回来 这个士大夫就无耻 为之国耻 我要讲很简单一个事情 黄国昌讲那么多事情 他有没有在立法院 为柯文哲发生过 没有吗 一句都没有 是假的 不说八道 他就碰到这些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嘛 这个是要 这个黄国昌更糟糕 你知道黄国昌什么时候 黄国昌还 他在民法上面还有出书哦 他的书在大陆还拿去当做 大学的教课书哦 他算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一个 民法法律学者哦 结果变成今天讲这种话 柯文哲的为 清白是台湾人的未来 你懂我意思吗 我们现在讲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黄国昌今天到底为了什么 我们要讲这些话 我们今天讲很简单 相信阿伯吗 他为了理念 为了理念相信阿伯 你相信阿伯就挑战 我们想要挑战 我们大家的是非价值观 把我们整个纠正过来 要跟他一起走 我们相信说柯文哲的个人清白 是台湾的未来 柯文哲的个人清白 跟台湾未来 台湾未来什么关系啊 就算他清白好了 对 那代表了台湾人民的未来吗 当然不会 台湾人民的未来 跟柯文哲一点鸟关心都没有 再想来听一点 台湾人民的未来 跟你民众党一点关系 民众党已经被团灭了 你黄国昌就为了一个立法委员 要这样子颠倒是非吗 我想不是 绝对不是 是为了什么 因为他本身是共犯结构 黄国昌只有是共犯结构 才会讲这种话 我们在民进党 我从年轻的民进党开始到老 都被民进党开除党籍 到今天为止 我们很简单 我们挺毒 真的要挺一步不让 一件事情就好 什么事 黄国昌去在台北开除党门口 为柯文哲绝食嘛 你去做事嘛 我们的民进党的前辈 哪一个不是这样子干的 对 街头跟你拼嘛 所以你现在在立法院 用你的立法委员职权 来修理北检的检察长 可不可以呢 可以啊 你帮他申冤嘛 对不对 你个人背书嘛 你跟他输赢到底嘛 然后你可以为了他 真的是说台湾人民的未来的话 那当然是不是应该绝食的 你为什么不敢 他有没有在立法院做过任何动作 他有没有个人为了要挺科匹 付出任何一听点的代价 好像没有耶 一点都没有 所以另外一个骗子嘛 好 玉否 现在大家都关心 不两天 也就是10月24号快到了 到底会不会继续的延压 还是会起诉 大家都真的已经看 对 现在来讲的话 时间已经到了最后的一个关键时刻了 现在来讲的话 只有两条路 第一个呢 就是把它起诉 起诉完的话 你就变成院方 愿压 廖不要压 那就法院的问题 第二个 如果你现在来讲的话 你没办法把下半数的部分 写出书 经理有没有 把它写出来的话 你就只能申请延压 可是这就有风险 因为延压的话 你一定要台北地方法院来决定 所以呢 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北检已经要拼了 要拼起诉 因为你起诉的话 你说这个礼拜会起诉 对 因为你起诉的话 你东西来讲 就全部写出来 写出来之后呢 大家一翻两单 也没有什么好争执的 你到底有没有这USB 到底有没有这些上下棋手 到底有没有这些金流 全部看得清清楚楚 如果你还要为了 你的一个办案的一个节奏 你把一部分压妹 硬着压着 你不一定有办法说服法官 如果你没办法说服法官 克维哲走出来 走出来了 你想想看 你台北地检署 你要怎么面对这个事情 当初你本家积压的时候 你已经被包围过一次了 最后呢 是台北地方法院 相信 好 把他压起来 你才过了这一关 所以呢 现在来讲 不止全国的民众 在关心这件事情 北检上上下下也在担心说 起诉书 写到如何 起诉书写不写得出来 大家都被阿伯吓到了 对 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就像吴董讲的 你身边民众党每个人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黄国昌讲话 讲的义正言辞 义搏云天 你到底有没有做什么事情 没有 然后之前金华城的事情来讲的话 这些人开记者会不敢发中讯 你也没有做真的一个认定 你也没有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 这些人 包括黄国昌 包括顶月公司 每个人都是上述大人 拔草官风向 大家也在看 等一下 他们跟我一样 他们也会拔草官风向 对 他们每个都在拔草官风向 你看哦 现在来说 黄国昌话越彩越硬 讲话越来越大虾 其实 这就是他内心的一个空虚 他在害怕 如果起诉书 砰写出来 那真的是今天地气鬼神 把所有的金流给拉出来的话 那怎么办 因为现在来说的话 其实你想想看 我们刚才一开始 节目一开始讨论的那些东西 来讲的话 北俭怎么认定那些人 他不觉得那些人 被灌钱的人 那些人有非常多的无辜 他们觉得 等一下 你再讲一遍 我如果被灌1月26号 我被灌了10万块进去 我就是共犯了 对 我是共犯 没错 他们的角度来讲的话 你为什么会被他们灌钱 而且是这个时间点 他们觉得说 你是不是前面 为什么不灌你灌我 对 他们觉得说 他们来看 简单过来看的话 这些人没有什么无辜的啦 这些人就只有 大人头 中人头 小人头啊 大人头是不是拿中人头 过来报仗 如果没有的话 为什么灌A灌B 不灌C 对 那表示说 C再来讲的话 跟他们是 是没有关系的啊 所以你把他 整部拉来看的话 其实他们觉得 这根本就是一个 大型的共犯结构 从头到尾 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我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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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了